在圆明广场曲 这炸鸡 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梦梦 还有很多节奏不清楚 你们谁可以唱这一句 就有点高这一句 试一试 我在圆明广场曲 这炸鸡 你这首歌是唱的挺的 对 你能跟着他的这个音高唱吗 虽然或许你在生动极兮的皮椎 让我懒得欢迎 不能唱 对 梦梦注意尽量声音上去 你要让自己兴奋起来 我的专业是最差的 就属于又略业不出东西的这个状态 感觉整个气氛很压抑 来 所有人 都是我 把这唱准 来 离车 梦翼他本来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负担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如果没有演好的话 那怎么办 我们整个排完之后感觉还是有一点焦距不在一个主角的身上 可能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你们每一个女生都有可能是主角 老师我有个决定啊 咱们今天大家的表现 自己心里是明白的 我们拿不拿的出手 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我们唱的是什么样子 你们对你们自己满意吗 我问问你们 比赛是残酷的 在这当中其实唱的最好的 是一同 所以我做一个决定 这次的主唱就是你了 到现在也是只有十几个小时 但是子毅他本来对唱歌就特别没有自信 我们是一个团体 就一定要把大家放在第一位 我也建议 我觉得 可以说的是对的 副歌 可能就一同能够完成 但是 这个我觉得 要交给所有的主角来决定 我们这次的晚会的比赛 就是单纯就是音乐方面 对吗 演唱 那到底是演更重要还是唱歌更重要 唱歌的技巧来说 一同是唱的最好的 我想强调的是说 如果说以后我们都是要这样去弄的话 我觉得还不如老师就直接说 那你们是有能力咱 咱们谁上台 咱们谁来就是演 咱们谁就走 你不是不好 我就是不好 我知道 我们是一个团体 如果我们这次没有表现好 那么也许 到下一个星期 我们就会走一个人去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首歌 我没有说一定要争这个东西 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 它是我的 我也可以选择给或是付费 如果是我要是给别人 是我给别人的 如果是我要是给别人 是我给别人的 那我干嘛把我的东西让出去呢 对吧 我们是一个团体 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自己人 是对面 好不好 时间真的不早了 我们就赶紧投票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就按照老师这个阵容排好吧 来 现在投票 一同